本土 民主 反共 寶萊政治 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6 咦?阿妹你在看什麼? 看見國研習班 但你不是四眼XXX的粉絲來的嗎? 看完四眼XXX就看了泰博壓近 但你上個月沒有給見國研習班的月費 你今個月還給唐主、台洋和天琦 行了 現在給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還沒交的話 請到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挑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hk節目月費計劃 早晨 第三次大香港早晨 myradio.hk和月時報聯播的早晨節目 今節呢 糟了 搞到今天好像沒什麼公共性 是嗎? 師兄大過天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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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 關於 今次講香港眾志 那樣 也是唱啊 他那個標誌也是唱的 也是唱啊 你可以 不是,他是隧道 你可以說 有什麼好說 這些 這樣做 當然 當然 在於聽眾的一方 講這句實在是很容易 但是 其實 如果這樣講 這個世界 根本就沒什麼好說的 但是 我們又不是 沒話說 而是 有些事情是 也不是 罵香港眾志 因為 如果從罵香港眾志 這個角度 我又 真的沒什麼好說 而是 因為我們聽眾的年齡層都很闊 就是 去到年紀稍大 就是大過我可能 阿叔的年紀 這樣 退休的 也有 十幾歲到六七十歲 十幾歲都有 就是 都不乏是 學生啊 大學生啊 初出來做事 這樣 我想講是 就是我都幾十歲了 我都可以從這些地方 都可以學習 當然了 你們那些八十後 就在那裡罵九十後 一陣子 不如一陣子 就跟當年 十年前的反高鐵 你說那些阿叔阿伯 阻礙你們 自主的抗爭模式 就是一樣的 這個我會自己檢討的 就是我覺得 就是 我也講過了 就是對於 要好好地去鞭策自己 不要成為老司復 但是 有些事情是 有 要值得互相去交流經驗 或者自己闖過的禍 遇過的事情 是不是應該有得交流一下呢 好了 第二件事是什麼呢 第二件事就是 對於香港眾志這件事 以一個政治文化的研究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前景真的堪如辣 這樣 比雷洞計劃更加堪如辣 這樣 去到都比 挺猜不到的 我覺得已經去到 現在都5月20幾日 哪方面猜不到 猜不到去到這麼嚴重 香港眾志 其實是嚴重的 其實我猜到 不是 但是因為你帶有思願去猜下去 不是 你猜到他可以發展性 我真的覺得他會發展性 就是 做什麼都想到的 是猜不到的 他會繼續欺負下去 你相信我呢 現在當然看到了 現在整個鬼道開始看到了 其實我 譬如他從一開始在戲院那裡搞 搞 搞開幕禮 那個叫什麼 記者會 開幕式 開幕式 從那裡開始 那我也猜不到 可以 像這樣 然後有人跟我說 搞到好像大學生做project 我現在開始相信 然後 大學生的project好一點 他們就是一班大學生project 都做不了碰的人 那就是 因為沒有人freeride 然後有人說 不是啊 他們都有大人在裡面 那班大人 其實最要譴責的就是那班大人 就是 怎麼會做一些admin行政的 那麼頑皮呢 本來就不想說的 這個很老蕭 對不對 為什麼我本來不想說呢 嗯 嗯 由近開始講戲 由近開始講戲 那就是 如果你看香港眾志的page 我想說 只看一個like 我都覺得只有24,000 是 說是 以一個 以年輕人為 為 級票對象 就 有些 有些 牙煙的 好了 還有很多都是對家 例如那些 是 黃之鋒 是 看到我們的mucho fan 是 是 好 近的說什麼呢 其實就是 昨天早上的時間 在香港眾志的page 就出了一個籌款的廣告 那是說什麼呢 他說 因為之前都遇到很多問題 就是開戶口那些 他們說是政治打壓 當然我們也有很多個 很多個 不同的渠道都告訴你 不一定是政治打壓 或者現在的而是在那裡收緊了 不論是 你說是從一個法律角度來講 真的擔心有繫得子的危機 有一個這樣的 對銀行角度來講 有這樣的憂慮 所以 所以在開戶口那裡有些謹慎 另一方面就是 第一你注冊不到做公司 或者團體 那你沒有辦法 以公司團體去申請戶口 還有就算你是 申請到 你也沒有辦法 即時開到戶口 因為我早前開了一間有限公司 但是我也沒有立即開戶口 我是要有一些 商業活動 要有商業活動 就是你要有一些 做過生意的往來的證據 他才給你開戶口的 這樣 所以其實及後 我一些的生意往來 就是用了我和我老婆的 另外開一個聯名戶口 在那裡做往來 那麼及後才有得開 就是這個 算了 這些廢話 就是 程序上的事情 你懂就懂 就是這樣 好了 然後 眾志就決定不行 我要多開一個新的方法 去給籌款 這樣 沒問題的 我覺得開多一個方法 沒問題的 那個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 你比如寄支票給我 這樣 那個寄支票呢 抬頭就寫汪廁 這樣 那我也想一想 咦 誰是汪廁呢 哦 為什麼 你不是 他寫G封你就知道 是啊 是啊 G封就不可以 或者你 You know gun 你抬頭寫You know gun 我就知道了 那就是這樣 他說你支票抬頭寫汪廁 那我要跟你宣傳 那 就 劃線支票 就 寫個金額 多少都可以 那就寄去 九龍中央郵政局 郵政信箱 73962號 這樣 那就 抬頭就寫汪廁 那就很感謝你 因為香港眾志的未來 他是講 香港眾志的未來需要你 不是講香港的未來 OK 那接著就說 相關戶口呢 就會有 主要判計師和律師監管 不知道誰 總之就沒有開名 Anyway 那就是這樣的一個籌款活動 當然 就是 客觀 不是客觀 就是以 以第三者 局外人這樣看 香港眾志的post 開什麼都被人罵 是 那罵有 有五毛 這個post 我覺得比較震撼 是嗎 有 有 有我們的支持者 就是熱狗 本土派 或者不喜歡 之鋒的人 也有 共產黨五毛去罵 什麼都有 也有維護他 這個post 比較嚴重 就是大家 在感受上 是 有一個問題 就是覺得 喂 最終又落回你自己一個人的名字 是不是這麼說 是的 因為你一開始 其實我昨天看到我的post的時候 我還沒看他 說寄支票是寫他的名字的 嗯 我一開始就看到說 香港眾志成功開設支票捐款 那麼我就想著 可能叫一些人寄一些支票 或者交一些支票給香港眾志 那麼可能他開了一個香港眾志的帳戶 然後怎麼知道看看 咦 為什麼一個抬頭是寫黃之鋒的呢 這樣 喂 因為那個問題就是 你的香港眾志 那麼你是一個組織來的嘛 那麼你是一個政黨 雖然他現在好像開不了公司 但是問題是 就是我會覺得 如果你是香港眾志籌款的話 那麼我就 支票就應該寫香港眾志 當然不行啊 因為他香港眾志沒有一個receiver 是的 但是他現在就變成黃之鋒 就是其實他們之前已經試過 就四月的時候 如果大家記得呢 就是周庭也試過 就是用個人戶口收捐款的 是的 那麼那時候就是被人 就是凍結了他的戶口 是的 那麼現在他又再重蹈覆轍 變成黃之鋒 喂 不是你說自己有專業會計師 和律師監管就可以的嘛 問題是 你這樣做的 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 他現在不是黃之鋒出來選嘛 就是說如果你說你是參選那個人 你說參選那個人 那麼可能他 沒辦法用那個政黨來收捐款 可能你參選本人 你去收的 那我還能夠理解 但是黃之鋒又不是你選 你收了你是代香港眾志收的時候 那這件事就會變成很有問題 而且黃之鋒又不是主席來的 大有這樣 阿蟹應該是寫撲觀聰 但是 你明白 總之我都說有你沒有你都叫之鋒做主席 就對了 這個時候 等於叫長毛做泛民一樣 但又是這樣 其實你想來想去 你很難想到其實 他這個行為 這個舉動的核心問題 其實你可以怎麼說都沒有問題 因為這樣 他也真的沒辦法收到捐款 而一個政黨 他是政黨 他真的要收捐款 這個無可厚非的 他真的要錢 要錢去選舉 坊間也有不少黃絲帶想付錢 他也開了不同的渠道 但可能他發覺 他收不夠錢 他收不夠錢 就不會覺得自己不受歡迎 他只會覺得 那些渠道不夠辣 他現在收的錢都不少 就是他那個眾籌計劃 有目標金額是200萬 他現在收到19% 就37萬2000多元 那真的不夠了 19%你醒了嗎 還是不夠 雖然30幾萬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也很多 我覺得 但他選舉來說 就沒有了 他選舉來說 要給他0.6交際 你30幾萬給他選就不夠了 你第二個選可能選到 但如果以平均 正常去做 那可能不夠了 或者他有他的目標 Anyway 但如果你說說他這樣收支票 有沒有很大的問題 那又沒有去到一個 去到一個說 你又不會覺得 黃之鋒會夾帶司徒走 你又不會覺得 他拿了些錢 會自己濕些落袋 就算是 你都不在意 又不是你捐 也不是你現在在看 那些人捐 不過志鋒也不難說 志鋒也不難說 志鋒也不自己給 有捐那些人 即是黃絲帶那些 你捐了他是不是自己的 你都是不介意的 都不介意的 其實沒事的 這件事情 其實沒所謂的 當然你說替一些黃絲帶不值 那麼 那麼這個世界 就當然是 有人給很多錢 不知道丟了去哪裡 不是經濟又 怎麼會發達呢 即是 你 你看看你家裡的老婆 或者你的女朋友 她梳妝桌上面的一瓶瓶東西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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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英軍瘋了 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那一定是這樣 然後你又看看你們自己的櫃上面的figure 我沒有 那也是無無畏畏的 我又覺得 這樣 好啦不要緊 錢的東西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然後另外 誰知道又被人發掘到一個問題 這張票 它有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 黃之鋒的個人戶口 將會帶來大量的錢 然後就會被人凍結 是的 然後就會跟你說政治打壓 算 算 你終於說什麼都可以 然後就出來跟你說公民抗命 無畏無懼 你說外星人拙走你的錢 我都覺得無所謂 但是 我只是關心你 你知道我從來做節目都是一個死坐膠 是的 我都是從你的角度出發的 不論是說戴耀廷和黃之鋒都好 我都是從你的角度出發的 收到的錢 最後用不到就無謂了 就是大家都想用到而已 賤格一點那句 街外錢大家找到時候發過周潤發 是不是 那麼 你吸了錢回來 我當是 不要說當 你都是正途這樣拿捐款 大家都是為香港做 不是你是為香港眾志 我是為香港做事的 就是 都是想辦好一件事 我是想說辦事情這個問題 其實 其實不是從政治層面出發 是從辦事那個情況出發 政治層面都會講 硬是要講 是從辦做事 做事想做什麼 想做到那件事而已 你都是想這件事成功而已 前有周庭這個例子的 你還放在自己戶口 到時一堆錢吸下來 跟著銀行就BAN 好像阿近那樣 就BAN了你的帳戶 那無謂了 就是這件事搞不好也無謂 好了 另外 將票呢 就寄去九龍中央郵政局的郵政信商 七三 九六二號 一對頂你國費 原來那個的郵政信商是學民思潮的 是 怎樣啊叔 怎樣做 你自己走去開過 多少錢呢 你開過票房子 You know票房子 You know票房子 跟著就借了學民思潮 你說我如果是做小生意的 票房子經常說 小型的商 如果在九龍中央郵政局 一年的年租就是435元的 435元 最貴都不過九百 都是幾百元而已 你寫個thank you也租幾百個 你又不是買骨灰鵪位 因為如果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大量 譬如支票台頭寫香港眾志的支票 寄去學民思潮這個 登記的郵政信商 七三九六二號 那郵政局會彈票之餘 還可能會取消你的郵商 那他真的拿來搞 因為他也都沒有 所以政議案不要搞 就只敢換 什麼啊 就是拿整個悶的地址來收書 咦?你不要再說這些東西了 人家不知道的 一來不知道二來又 算了 算了 你自己補充資料 在我的page show 自己再說 對了 對了 阿蓮說了一個重點 就是說 不斷會有信 不是啊 首先我們的前提是他多人寄票 不少啊 但我想 假設不少 你都寄了票給他 抬頭 其實他沒有說過信封面寫什麼 他沒有說過信封面是寫黃之鋒 寫眾志 還是寫羅冠聰 寫書奇 小禮老師 韓連山 香港列鎮 還是銀林藍隊 沒什麼呢 沒什麼呢 其實李英呢 李英呢 你是應該寫給韓民思潮的 那你那封信呢 才能放到他的po box 如果全部都寫香港眾志 就會引起剛才阿蓮說過的問題 就是 郵差叔叔呢 他看一看 咦? 收件人和信箱不對 那他就可能又打回頭了 不然又是做不到蝶子 我先撇除 你說有沒有陰不陰濕 我只是從辦事情的角度出發 或者扮不到就吃屎 這個是很回歸我以前讀新聞系的那樣 我老師是不會理你怎樣做的 他只是要你print out 那份東西給我 你跟他說 那個字體大小沒有字體 他不管你有沒有方式 他要那樣東西出到就出到 你手畫給我 都要畫到黑體給我看 就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 但是 為什麼要搞到這樣呢 這個是辦事情的出發 其實我很少看《香港眾志》的項目 昨天錄去看看 錄一下錄一下 然後在這裡看 不是 昨天不是錄這個 這兩天就發生了另一件事 就是他出去了衝馬路 就是張德剛 張德剛 然後就拍了一張照 拿了一張照之後 就拿來做一個招募義工的廣告 以政黨來說招募義工當然沒問題 他出了照片就出了這一張照 首先下面那支旗呢 寫著Determine Our Future 那個 看不到 真的看不到 我第一眼以為Danny France 我們不懂得看到 那張圖已經拿我命了 算了 這些留給Toby說 我會找Toby說的 這件事 那張圖就被人說 張圖就被人笑 就說張圖不漂亮 我想說 那張照片真的挺不漂亮的 他選這張照片是很差的 被人逮捕的 也不要說逮捕 就是被人捉住了 趕去某一個位置的一個相片 後面有個交通黑警在那裡 前面就是黃之鋒 就是香港眾志的主席 就在那裡 跟著他下面那張圖 就拿了這張照片 就去招募 大家都來做義工 那究竟 就是這件事 原來這張圖 不是香港眾志的圖 原來這張是商台八八一九零 原來湘潔已經唱了一集 出了那張照片之後 就被人說了 就是那張照片選得不好 我們選照片就好 我們有Bornix 左邊有個肥的男朋友 又有 我們有時候出阿泰 和阿靜敢滿的嘻嘻 去出一些照片 當然有換味的成份 但是也想告訴別人 有型、漂亮 加入團隊開心 不是來玩那隻開心 而是有一種氣氛 我們很正面 但是他出的那張照片 被人拘捕 當然你說 有人彈求這種光榮 沒有所謂 我們覺得選得不好 那你就當見仁見智 沒所謂 有人都覺得譚美豬漂亮 難找點 全餐甲也有人吃 是啊 救命 跟著其實 另一樣要值得討論 會發生的事是什麼 就是881903 這個Facebook page 就拿了他們這個廣告去 都不知道是惡搞還是什麼 總之就是抽了一些水 這些抽水的東西 《二血時報》會做一下 我整個節目都是這樣抽 也有 譬如有些其他page 什麼唐生大地震 還有些什麼page 會這樣抽 六輯 六輯 100毛都可能會這樣抽 這些網上抽 我不是想分主流傳媒和網媒的分別 其實現在已經是沒有分別的了 又這麼說 或者是 不是那麼輕易去分的 或者那個分的不是主流傳媒就多人看 網媒就少人看 也已經不是這樣分的 因為現在主流傳媒上過網 就是上過Facebook page 那麼 881903 大家有一個衝突 就在腦裡想 連你都玩 連字有些不知道想怎樣 連你都玩這些事情 不是說正經不正經 那麼 照計你有一點點好像不知道是 抓了客觀還是什麼 你沒有理由去 你想說回來 是啊 你照計是沒有理由想 想這樣去攻擊一個團體 無謂 就算就是這個 那麼他那個圖就是講 究竟這張圖 究竟是像香港眾志招募義工 還是像是香港警隊招募警察呢 那麼這個就明顯就是笑他 拿張照片選得不好 究竟重點擺得不準確 這樣去笑 那麼 這個我 接著開始討論 一個政治層面的討論 就是 大家就討論 8903 大家對商台的看法 當然是pro民主派 當然是pro建制派 反建制派 這樣 由 怎麼說都好 你說他現在是投共 又是怎樣 又是怎樣 也有一本小圖在那裡 嘩 怎麼啊 要舉這個例子 那怎麼辦啊 我做節目不要搞字好不好 好了 這樣吧 雖然我想問你現在出 你現在講的這張圖是什麼 我就是剛才那張圖那段字 然後就是8903 就出那張圖的時候 就是剛才套了很久的那張圖 就旁邊寫著張圖 就寫著說 很多網民都說解不透 那就似乎是把照片給女士播 就是抽上再抽 其實很多網民就說 你竟然商台抽中志 所以中志都說了 都是pro民主派 或者你說他泛民 新泛民都好啊 那你竟然想 你竟然會笑他們 你明白那股味是什麼 你明白那股味 Post 都是只有幾個Like 或者十幾個Like 兩個Like 三個Like 這個幾百 總之一抽這些就過百 有時候呢 就好像上次舒適看素都那樣 是啊 有時候呢搞這些Social Media 就是這樣的了 你難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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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多Like 你就會走向了那邊 就去求Like 數 我不知道商台會不會 都走向這一種這樣的模式 去做宣傳啊 拚一下Like 這樣做宣傳是這樣的啦 是做這些事情的啦 可以看這件事情 然後再看 再看就是什麼呢 有幾個角度看的 先是香港眾志的頁面 支票那一項講完的啦 這兩天呢 他們開始出多了文章 第一就是講關於教育的 一個對他們來說的政綱 這樣講 見完我就草草的 什麼叫 他們有個政綱有個點 什麼叫做 抵抗赤化工程 回歸教育根本 他有個點呢 叫做保育香港文化 培育真一點 創意人才這樣 唉 見到我就懵惰了 你就很明白 為什麼真的要改善一下 這個宣傳的教育 真的要改善一下 因為《蘋果日報》呢 《蘋果日報》呢 這兩天呢 李慧玲呢 都就著黃之鋒呢 在電台說梁家傑 只是講撤換梁振英 是退步這件事情 李慧玲呢 就開拖開了兩天的 昨天又罵黃之鋒 今天又罵黃之鋒的 因為啊 但是呢 罵得很低 很低水平的 很膚淺的 就是因為黃之鋒就說梁家傑呢 只是撤換特首這個說法 是一個倒退 令人覺得很不舒服 接著李慧玲回應他 就說 什麼不舒服啊 我不舒服啊 不舒服我會看醫生 但是我覺得很好笑 直屎幾十歲人 就是你和小孩 罵這些小學雞交有什麼意思呢 我也覺得 但是看到那件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 現在都是五月左右 香港的眾志 其實隱隱然開始動泛民 開始開泛民託 那你見到就是 他不是 不是 他純粹搶票而已 純粹搶票而已 我沒什麼所謂 你喜歡怎樣也好 那他現在 當然了 泛民當然是知道了 你見蘋果一直對於香港眾志 都沒有什麼聲氣的了 那麼李慧玲又寫他兩天 然後呢 也看到香港眾志的頁面 有時候又說一下尹兆堅啊 有時候又說一下梁家傑啊 那麼就開始有這些 這些說話看到 其實我是想說隱隱 去到呢 去到再遲一點 其實我覺得他們開託開得早的 其實是 按照計是沒理由這麼早的 按照計呢 去到七月八月呢 或者七月呢 選舉氣氛強一些 這班人呢 會全面向泛民開拖的 會全面向他們搶票 沒有說對不對的 我只是說一件這樣的事 我會聞到一股味 就是他們會全面攻擊泛民的一些政綱 一些的論述 覺得他們不對 但當然他們會陰陰陰陰的抽 我要回應你一句 我這件事覺得這樣 這樣 他就會說是就著這件事的 就不是針對你的人 我們當然是看戲這麼看 我現在告訴你 他們將會互相開拖搶票 冷不提防 就是有一些區 泛民感覺到他們真的有威脅 現在沒有威脅 現在他們不論在街站 下區或者網上的聲勢 都沒有威脅 但是 但是我當然想跟泛民說 你不要兄弟 我當然想看你打架 我會的 總之找不到位 就是開始心急 你知道年輕人都是急性的 你問陳金城就知道 那麼他一心急 他現在早了 其實他們是會開泛民拖的 開始在一些政策層面 尤其是最近張德剛 或者及後你都會發現 他們對於泛民 對於中國政府的態度和關係的感受 或者之前說了 昨天王仁特罵了 泛民不一定要出特首 或者出過其他好一點的特首都可以 總之準備開拖了 我覺得會準備出民鬧 就是會有這些事情 我們當然是吃花生這樣看他們 而整件事從文化 即從政治文化 站開一步這樣看 你客觀這樣看 他會分 不要說分店 從來沒有一起過 是打的了 即是他們會互相搶 好了 籌錢那裡還沒講完 因為昨天這個是Toby跟我說的 就是有一個問題 因為他正在做cloud funding cloud funding cloud funding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籌錢 籌夠某個帳戶 我做那件事 但是問題是極致目的 是的 但是問題是 你沒理由另一邊又做籌款 他那個不是籌款 是捐款 一樣 我籌一些捐款 就是一個是中籌 一個就是捐款 一個字眼上就是這樣說 捐款是捐給我 你捐,我收多少我也做事 但是我想收錢才做事 中籌就是我收夠錢 我才做事 收不夠就退 是的 真的尷尬 當然會不會發生香蕉奶事件 當然不可以這麼說 從好運的角度去看 所以我就說 喂 他們準備開拖 當然現在開始發現 香港眾志不斷有 一些個人的文章出來 我只是看到有一篇文章 我真的頭都行 你出了那張黎文樂 黎文樂出了一篇文 什麼時候出的呢 就是昨晚出的 十個小時之前 就是昨晚出的 題目就是 讓雞蛋一方的彼此 有匹敵高牆的力量 一聲我就爆火了 什麼是中文來的 什麼叫做 雞蛋一方的彼此 他有一方有彼此 什麼是Nang 什麼是Adjective 彼此是一個名詞 我真的爆火了 接著他的題目 他是不是不知道彼此為什麼呢 你要去理解黎文樂 不懂什麼是很難的 或者可能他不懂一方 實在太浩瀚了 他懂四方 讓雞蛋的一方 你知道是說什麼 的彼此 那是什麼 Bonding 他想說 就是大家的力量 其實他想說 大家互相團結 就是去抵抗高 他應該是想寫 讓雞蛋一方的理我 那麼他就覺得理我 就比較普通 所以理我就轉為彼此 都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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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的了 我只是覺得他是想 把上面那行字 跟下面那行字 對回齊 如果這樣對 上下題 沒有理由同字 以前我老師教我 做起標題的時候 如果你起一條題 是孖題的話 這些孖題 是不可以有重複字的 照解 尤其是的詞 你一定要改 即是不可以的對的 我先講彼此是對的 讓雞蛋一方的彼此 就有匹敵高場 知力量 那就一定要改 這些位置 就是要執的 如果被網民看到 他是兜不定死的 四十多年前 現在不會 現在不會 打死都這麼說 我一看到 什麼中文 然後就說 自己是社工的學生 體驗到貧富大眾的困富 不是 我 你作為一個社工 唉我不懂得討論 我不懂得討論他 這樣 不斷有這些問題 先收拾好中文 大哥 然後就說 人家笑我攝石人 但其實他真的希望 有更多崗位 貢獻自己 人家笑他攝石人 不就是笑他 梁天琦和楊岳橋 拍照他 中間吉谷 人家說 不同的照片 然後他說 他這樣攝石人 是因為有更多崗位 貢獻自己 這樣也會被鬥到你 真是爆炸 神經病 他在極高腳有什麼用 我想說你收拾好中文 他拿著 收拾好中文 做好一些社交媒體 那種辦事情 從頭到尾 講來講可以終止 原來他是副主席 你現在才知道 主席是黃之鋒 是啊 那麼 做好一些admin 謹慎一點 做事仔細細細一點 搞那些戶口 錢 名字 寄給誰 誰是主席 寫這些名字 中文找人 不要找你的黨友 你們合作了幾個月 知道能力去到哪裏 找外人請教人 有人教你 肯的 我覺得 不是他們以為沒事的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問過外面的人 我現在告訴你有 因為他們在講完當沒事 就出了 我現在告訴你有 你覺得 我們是不是國立大台 善你整鼓你 我當然不會是 因為我也想你跟泛民打架 這個原因 你明白我的動機是什麼 打得精彩一點 你明白我的動機是什麼 雖然這個動機沒有意思 我作為一個爸爸 年紀大了 見到年輕人這樣 你很容易懶惰的 就算你看到周浩廷是這樣 你也會懶惰的 就是 有些東西很簡單 很微細 做好一點點而已 有多難 做多一點點而已 雖然我也有時候會脫漏 我都會大頭 我們個個都會 但是去到香港眾志 單單都舔 是紀錄來的 就是 是未完的 是不容易的 有些東西 哎呀 就是見到我就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呢 每次乃生的東西都是一些小事 是啊 然後做好一點點就可以繼續利用他的光 哎呀 就是難怪那些市民在網上這樣罵你 或者騙你 這個說話可能是不對的 然後你說壞人五毛 然後又在講這些 哎呀 但是真的反珠球 先搞好自己 有些東西真的很微細 就是那些文章啊 你的政綱啊 對於香港 你的看法是什麼 喂 執清執坐先 有沒有一些理論去back 找一些聰明的人請教一下吧 就是 就是我 擺明說你香港眾志 沒有聰明的人在裡面 嗯 但是 但是沒有人去包補你的團體 你的團隊裡面是有聰明的人的嘛 嗯 也不是每個人很聰明的嘛 你要體諒有人是不聰明的嘛 就是從來黃豆很體諒我啊 那麼 那你就去找 去請教一些聰明的人 你不懂 喂 我們就電話訪問迷之音了 我不會找人去訪問 去學一些東西 有時候訪問不是為你 你不喜歡聽訪問而已 我當我學東西你吹嗎 那 其實 去令自己好一點 當然 香港眾志撿了他們是最好的 就是 因為 因為我看到將來是麻煩的 就是 今屆選不了 然後錢一定是遇困境的 嗯 一定是陷入的了 你沒有一席半席 你沒有錢的援助 那你就繼續運行著一個 不生不死的組織 嗯 過幾年 兩年後 兩年後可能搞全民制憲的辭職公投 或者就算不是 都是區議會的選舉 我不知道他還有沒有能力 就是 有沒有動員能力 或者財政的能力 再出來去 去拚吧 嗯 去在政治上 搏一個席位 或者在那裡爭取 那如果在那裡都有些什麼事 你知道 單二席單票 就是一對一 單二席單票制的情況之下 未必搶得贏的話 亦都在協調協調不到 這樣 那你就很容易亡黨了 然後也坦白說 那你們就開始出來做事 不是學生了 開始是二十三、四歲 二十四、五歲了 那如果拿不到一官 不是一官半職 就是 找不到工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找不到工的了 然後 還有他們是找不到工的 不是 因為你做事 你做不到工的證據 其實每一個人都看到 哈哈哈哈 這樣就沒有人會請你了 如果不是我去建工的 那老闆又不認識我 都看看你 好嗎好嗎 那老闆跟你說 你問長官打錯了 就是 但是你現在做到的事情很倒楣 是個個都看到的 不是 不要這樣說 應該是說 你都拋得一個身體出來 就是 誰都認識你 跟政治有些困難 不大事 其實你走得出來 你拋頭露面 難聽一點講 其實你都預算了 自己沒有一個退路的了 你出來搞政治 可能會有 不是不是 可能是真的沒有退路 我明白你的意思 其實我們是在講這件事情 所以 做好一點點 所以是做好一點 我有點憂心而已 到時候他們找不到工 就說人家政治打壓他了 你很壞 但是你對的 我們休息一會回來講肥婆